拉着绳索 中南人员慢慢从悬崖一边往上升 要挂起来的是终于被巡换的流星骑士 但人早就不幸身亡 出动大批人马拉好绳索 因为城市处位在悬崖下方快60公尺 不知如此 横躺在宾铺上的这台红色机车 同样也要进行吊挂 忽然边一流骑士的后背包无品散落一地 往下一看旁边就是太平洋骑士被发现 坠落丧命 那本局救援通人 随后就使用绳索器材搭配我们的救助器材车 将患者打包上拉 那患者是头部有外伤明显死亡 事件发现在2号早上9点多 苏华公路台九丁县68公里处 民众经过看到机车横躺在护栏外 随即向警方报案但却找不到人 警校还派出空拍机才找到坠落骑士 监视器拍到他的最后身影 在1号的下午6点多 距离现场半小时左右的车程 实者是一名24岁的现役士官 骑车正准备赶路回桃源归山营区 但疑似因为疲劳驾驶才酿成这场不幸 台九丁县是俗称的旧苏花公路 公路沿着山壁打造 路径久弯十八拐 景色虽然壮丽 但也充满许多危险 沿途大量发脚弯 偶尔也会有落石掉落 路不熟就可能发生事故 现场围栏上还增设许多钢索 连返光片等安全措施也是涉满满 要避免人车摔下悬崖 提醒驾驶上路恐怕都得评估自身状况 注意行车安全 怀旋人张全欢迎报导 嗨 大家好 我是盈彤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